内容创业这两年非常的红火 最早进入这一领域的一批人 已经赚了相当多的钱 最近就有朋友问我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在这个领域里头 动点脑筋 做点东西 赚点钱 我的回答是什么 你一定清楚 我已经在50天以前 就开始了老胡的长征 今天 我不是要跟你讲我的长征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这内容创业里头一个最重要的概念 什么是内容 我看到很多人对这个问题都认识不够 理解不清 我今天就跟你聊一聊我理解的内容 我们从小到大 在这个教育系统里头成长起来的人 都对内容有某种膜拜的这种感觉 认为内容像经典一样 那么神圣 只有专家教授才能够步道讲经 总觉得我们普通的人 哪能够创造内容啊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 对内容认识不清的一种表现 今天在互联网的时代 内容究竟是什么 从一个层面上来讲 内容可能是对已有的信息或者知识 进行重新的结构整理打包 然后以今天所能呈现的技术手段把它展现出来 或者是文章 或者是漫画 或者是动画 或者是视频 各种方式都可以 那么你要问 今天我们看见的这个东西 重新发布的 用新的技术手段做出来的东西 是内容 还是只是一种新的形式 当然是两个都是 本质上来讲 它就是内容 只不过是穿了一件新的衣服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每个人都有自作内容的能力 你不要等你二三十年以后 成了某一个领域的专家 你才可能有内容的生产权 你今天就有 为了讲清楚这个内容生产这个概念 我今天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简单粗暴 就当开脑洞好了 红楼梦 据我所知 它是没有版权的 那么每个人都可以根据它 来重新制作生产内容 出版社 每年就出版新的版本的 精装本的 加上插画的 影印的 各种各样的版本 他们赚那个钱 你作为个体 你怎么做 你现在什么都不懂 那么我就读红楼梦 我就用我的语音把它录下来 然后发布到各大平台去 你会觉得 谁会听你的 你又普通话不标准 你声音又不怎么好 又不是像电视台播音员经过那样训练的 你不要这样想 我可以随便给你出个点子 你用四川话去读 你用上海话去读 你用方言去读 市场上就没有这个版本 第二个层次 你对它有所理解了 你可以说书的方式来讲红楼梦 很多人一讲做什么东西 首先想到的是负面 你讲我又不是红学家 我对红楼梦没有研究 我怎么能讲得通呢 说书不需要你成为红学家 你就把这个故事 能够讲得会声会色 就可以了 你用你自己的语言 用现代的语言 当年一中天 在中央电视台讲三国的时候 它就是用口头的语言 它不是以历史学家的 这种角度来解读这个三国 所以它就能活起来 当然我在这个地方 并不是讲一中天没水平 我举的这个例子是说 某一种表现方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能够把红楼梦 说成当年的善田方 说随唐远异 那个样子的话 一定会活 如果你能真的说出来 这一本书构持你一辈子 因为现在是有版权保护的 你制作的这个东西 原材料没有版权保护 你制作了以后 有你的版权 所以你可能能靠着一本书制作 你就能赚钱 你听说过现在很多人一首歌 就能赚上亿的钱 我想你对这个概念不会陌生 所以你有本事 你就花五年十年时间 去把红楼梦说好 别人都是从历史 从探议 从整个各种理论分析来讲 你呢 不走这个套路 你走的套路 就是街坊老百姓 喜闻乐见的那种方式去讲 你就成了 因为现在43号 没有人这样子做 好了 我们继续脑洞打开 你还能怎么做 你续写红楼梦 这一招可狠了 据我所知 但凡有头有脸有声望的人 都连这个念想都不敢动 但是你什么都没有 你赤脚的 怕穿鞋的吗 你乱拳打死老师傅 只要你能够有足够的脑洞 你就把红楼梦续写 谁讲你需要名垂千诗 你就写一个娱乐版的 红楼梦后世回 哪个人要批准你啊 你不需要向文化部申请批准 今天你就可以开始写 如果你有绘画基础 你就应该画红楼梦的小人书 保证你火 如果你有做动画的基础 好了 那就更厉害了 你能把整个的红楼梦 以动画做出来 我敢保证你 比电影和电视看的人都多 动画是一个特别特别有趣的领域 很多人不理解这个东西 为什么一个看起来很粗糙的动画 会有那么多人的看 这背后是什么心理 我以后会做节目单独给你讲 如果你有动画的才能 你如果不用它赚到很多钱 那真是很可惜了 沿着这个思路下去 你可以想出一百种 一千种的办法来 红楼梦可以让几千人 几万人在这个里头活得舒舒服服 一辈子 你信不信 当然如果你对红楼梦根本就没有兴趣 你千万别勉强 做内容一个很重要的心法 你一定要对你做的内容感兴趣 如果你不感兴趣 你千万不要为了钱的目的去碰它 钱这个东西千万别成为你的目的 它是你成功以后的一个基本属性 所以你做的事情一定要走心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因为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会有困难的时候 你需要坚持扛过去 如果你所做的东西 跟你的下者观不相符的话 你这些勾勾坎坎 你一定扛不过去 你要去做一个东西 是让你感到兴奋的 即便有短暂的挫折 你也不会动摇的 你自己有治愈功能 不需要别人的鼓励劝说你 所以你要找一个你喜欢的东西去做 因为今天这个时代 你一旦找到这个东西 你将来一定不是一个穷人 我可以给你打包票 老胡今天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做这样一个自媒体的创业 因为我找到了我想要做的东西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看见老胡分析各种各样别人赚钱发财的例子 并且我相信我要去做两三年 我也会做的相当的不差 但是我非常清楚 我不会去做那些事情 因为它不符合我的价值观 当我讲它不符合我价值观的时候 并不是讲那个东西是下山烂 而是讲我做那个东西 我在那个过程当中享受不到快乐 那么我要去做它 我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金钱 而那个事情我是不愿意做的 我一定要实现我人生价值的 在金钱之上的某些东西的最大化 然后我百分之一万的相信 如果我能够这样子做下去 我最后一定能赚到钱 所以我就不会为了一些短暂的利益 去做那些跟我价值观不相符合的东西 但是我非常乐意把这些东西分享出来 或许你是在你的特定的人生阶段 比如说你现在还十几岁 二十几岁 你可能就愿意去做这些东西 并且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跟你现在的人生阶段 三观完全相符 你做得津津有味 并且不断地成长 那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好项目 我给我的节目取老胡的长征 这样一个名字是很有深意的 我强迫自己慢下来 不要抄进路 不要紧盯着钱 我相信我最后做成了这件事情的话 我赚到的钱一定不会是一个小数目 就是因为我有这样的信心 所以我才能够充满激情地去持续地做这件事情 不会轻言放弃 也不断地警醒自己 不要动任何超尽道的念头 所以你能看到 我做的这件事情 就跟我的价值观是符合的 并不是讲我的价值观比你的就要高明 你一定要找一个 跟你的价值观相符的一件事情去做 这样你才能做得高兴 人生才有意义 然后最后又能赚到钱 这才是一个健康的美好的人生 再讲第二个意思 什么叫内容 你不要认为只是支持信息的东西才是内容 内容是什么 内容涵盖一切 我们五官能感知的任何的东西都是内容 所以你的吃喝拉撒全是内容 你的生活就是内容 你不要认为你一定要发了财成了首富 你的人生才有意义 每个人的平凡的市井人生都有意义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们经常讲扶贫扶贫 去扶持那些山区的小孩 给他捐钱捐物捐学校 我有一个点子 你就给他一部智能的手机 然后给他把流量费 钱你给他付了 让他用这部手机 记录他生活的点点滴滴 或者是录像 或者是现场直播 学习生活上学的录像 田间地头 在家里头做家务 这种东西不停地在平台上面分享 这个小孩 你在扶持他这个阶段 他一定会成为一个网红 社会上各个人会捐各种各样的东西给他 我讲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不是讲要让这个小孩 所有人只关心这个小孩 而是讲 你想想这是一种思路 这个小孩的生活 就是一个纪录片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内容 所以我举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 让你理解什么叫做内容 不要认为只是北科全书里头的东西 才叫做内容 真正厉害的内容 就是鲜活的生活 正在进行时 不知道结果 充满神秘和幻想 如果还有美感 那就最棒了 内容是一切 是生活 是我们的五官能感知的所有的东西 你能够把这个概念建立起来 你就不会再讲 我该不该做内容创业 你就会讲 哇 我来想想 这里头 我挑一个我最喜欢的 来记录它 来分享它 那么 你就是一个内容创业者了 当你理解了这一点以后 你还有什么借口 不做自媒体 不做内容创业者 以前你还可以讲 有借口 设备太贵了 今天你只要有智能手机 任何一种智能手机 只要带摄像机的 你都有了这个条件 好了 关于内容创业这个题目 我可以讲二十期 三十期 四十期 我在这个方面 进行了很多年 长时间深入的思考 看过非常多的案例 那么 如果你看了这期节目 理解还不够深的话 你今天要干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跟我交流 我想知道 你对这个东西理解到什么程度 我才好决定 我用什么样的语言 用什么样的材料 来帮助你 不要眼睛里头 只盯着钱 当你放开双眼的时候 你看到的是 钱以外的世界 你的人生才能美好起来 最后钱会来追你 不是你去追钱 好了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你的收看 感谢观看 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